两位中国选手在晚上的交流好 李娜这个球是非常积极的 发球局对于尤其是男子运动员 现在女子运动员发球局上面也是显得尤其的关键 最近孙晨晨好的 这个球拔的质量很高 一个直线 赚金是51万美金 李娜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总奖金是64万美金 特化密一点 可能就使得最后成百就在这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上 这球刚刚出了几线 仅有几个比较正主动的球 因为自己的失误而送给了对手分数 我们看到了李娜呢 他才会感觉到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确实在和李娜打的时候呢 打球 这个直线 动手打了一个直线 孙晨晨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一球 孙晨晨晨现在就是 他没有 每个发球的落点都是相当的 我们看到他发完一发的时候 整个重心已经在球场 比较厚的 辱脱与点了 又是第一次 好的 这一球 那也是打得比较 俗气 这也是给了 孙田天的一些机会 这应该是 打个追身 打了一个反攻 对方重心在向前了 他又犹豫的放了一个中场球 给对方打 A子球 发出了本场比赛的 A子球 现在造成他打 打低球的时候 打不准 必须要蹲得很低 我们看到 李娜也有能力 但是今天当碰上李娜的时候 试掌不出来 有些东西 他其实呢 好球 好的 今天 第三场比赛 就是孙田天和李娜 两名中国选手的较量 最终呢 是李娜 轻松的两局比分 6比1 6比2 战胜了中国的 孙田天 这样的话 李娜也是成功的 不然 他会有什么